B.A.5更具神经毒性 更易并发脑炎 澳洲坤士兰大学与贝格霍菲医学研究所 QMR Burkhofer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的最新研究提出不同于之前的论点 点出Omicron的B.A.5变种病毒可能叫B.A.1更具神经毒性 对人类脑部皮层组织及神经细胞伤害大 第三波疫情开始 B.A.5成全球主流 依据台湾12月28日公布当地新增27,942例本土个案 新增25例死亡 确诊数较前周增幅46.6% 专家提醒 以这几天的趋势来看 台湾Omicron第三波疫情已经开始 而且上升速度很快 根据12月26日公布台湾新增的33例本土Omicron 亚型变异株确定病例 B.A.5就占了27例 占上周所有已定序之33例约8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于12月21日资料指出 全球已发现超过540种 Omicron次分之变异株及60种重组变异株 目前B.A.5变异株占比约为68.4% 是全球主流株 B.A.5引起脑炎 专家持不同意见 该发表于BioX资料库的研究摘要指出 近期大部分人认为病毒 包含B.A.1或B.A.5都已进化为致病性较低的病毒 但两病毒株相比 B.A.5病毒株都有较强的致病例及神经毒性 脑炎的感染率及死亡率都与原始病毒株类似 香港 南华早报 指出 B.A.5在中国引发了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感染激增 且症状可能从呼吸系统转变为脑部 由于儿童更容易确诊新冠肺炎并发脑炎 台湾小儿科王旭宾医师指出 由于幼童脑部发育尚未完整 使得病毒容易入侵脑部 或者是病毒造成身体的免疫反应过于强大 被感染以后身体造成的防疫机制 连脑部神经细胞都受到伤害 一旦高烧和病意识状况改变 静卵呕吐就要小心脑炎 报道中还提到 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冬燕表示 B.A.5不会比以前的病毒株引起更多的人类大脑异常 对于B.A.5是否有较高机会得到脑炎 还有赖更多研究才能证实 呼吁若出现40度以上高烧 呕吐 静卵 意识模糊 精神状态差等疑似脑炎症状 请立即送医院 治疗 健康生活编辑部